行 我赔给你就是了 我看这东西啊 估计也就值十块钱 这样 我呢 给你五十块钱 看你演半天戏 挺不容易的 不用找了 五十块钱 你把我当猴耍的 今天你不说的说道道 因为谁也别想走 老何这瓷品我知道 人家镇宅之宝 西州的 人家今儿要你 三百万已经很良心了 要是我 没有一千万 你们俩今天谁也别想走 行 要证据 那今天咱们就瞧瞧看看 哟 这底座 还映着Mail in China 西州的 我看 上 哟 还真是的 我怎么没看出来 江辰 还是你厉害 刚刚已经得罪这个探桌 直接去买的话 恐怕会被他很窄一顿 不如这 江辰 这话 真的假的 值多少钱 真的是真的 的确和吴道子有些渊源 老板 这话多钱 开个价 这个是我们店里的 镇店之宝 八十万 无二价 吴道子的真计 八十万 这次我肯定转发了 八十万就八十万 一二斤买个高兴 先进还是转账 转账 老板 把那个混人符 当做大头 送给我呗 这破玩意儿啊 拿走拿走 谁要 就在那 怎么了 你在这儿等我啊 恩人啊 我可算找到你 如果不是恩人 我那女儿 以后恩人但有所需 别人绝不推辞 周老啊 客气了 周大师 今天简陆 还来一幅画 请说跟无道子 有些渊言 你给张张言 怎么样 周大师 是不是大看门的窝家 这幅山水画 确实是真的 也确实与无道子 多有渊源 不过 这是无道子的 孙子画的 一山傍水图 也能值个七八万吗 周大师 你没有看错吧 这不是无道子的画 是他孙子的 才值七八万 你是在质疑我的 鉴定水平吗 我要退货 不退 你这个废物 敢抠我 我可没抠你 这你自己着急 我换回生亡的 你这么买了 我认责 二十万 买个教室 你提我六十万 这行的规矩 买定离手 该不退货 是了 先走了 来 先走 这 这不会是 判断的辟邪狱 周大师好眼力 这的确是 看错的辟邪狱 宝贝 这世间 再也难找到 第二份如此的辟邪狱 不知 享有可否割爱 逼人怨出八百 一千万 这不就是我 随手捡的破石头 居然是辟邪狱 就这玩意儿 居然值一千万 这位小友 这块辟邪狱 我不想送了 你就还给我吧 这市场的规矩 买定离手 你既然自己打了眼 你怪得了谁 即便是送的 物件到了物主的手里 那就便不再是你的了 行 你坑我 我看你有命拿 没命花 老夫 你怕是得了失心疯了 江小友是我的恩人 你敢威胁他 你是要跟我各不去吗 周大师 都是我财迷心窍 我不该得罪这位小友 您就给我留一条活路吧 千万不要封杀我 罢了 给小友道个歉 这事就翻篇 你这多有冒犯 还请江教友担待 千万不让周大师封杀我呀 行了行了 周大师 你要为我做主啊 这八十万要是让我老婆知道了 我下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 上次在叶家 就是你耽误了我端详龙手鱼佩 这次你还想让我帮你 你想什么呢 狗昏 周大师 求你开恩 帮帮我 这钱要没了 我会被打死的 你求我也没用 你要求的是江小友 这女性 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周大师说了 只要你开口 他会帮我的 这骨二戒 这骨二戒的规定 买定离手 盖退化 和生意归生意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让老板转你三十万 这三十万 算有数 就这么着吧 老何 你有意义吗 既然周老头说了 我这边肯定没有意义了 我被骗了八十万 现在推我三十万 陈俊逊 你再给周大师说到说到吧 别弹弹我一样 这三十万 你爱要不要 要是再挠下去 你连三十万都拿不到 三十万就三十五 郑老 我先走了 想要慢走 江城 你这个胃 竟敢坑老子 老子早晚让你吐了 你来干什么 别急着赶我走啊 我听说大伯回来了 那我这个做侄子的 怎么着也得来看看 这次不够我来了 我还带了汪神医来 汪神医 里面请 汪神医 我爸就靠你 汪神医 你快救救我们家老叶吧 他要是走了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办呢 汪神医 我们家老爷还有救吗 谁又能救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伯母啊 我作为叶家的一份子 自然也不希望 看到大伯这个样子 大伯的病情呢 刚才汪神医已经看过 应该还是 有几分把握之后 只不过嘛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大伯的病情 你们应该也很清楚 一般的方子 根本不可能奏伤 即便是汪神医出马 那也需要搭配精品粮药 才能保证药到病出 什么粮药 我买 即便是亲家当场 我也要救我们家老叶 伯母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们肯把 龙乐集团的订单给我 那么给大伯治疗的药 我去你们买 语言 快把合同给他 合同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平时你要伤心 难不成你们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今天既然我能 把汪神医请来 那么我就有十足的保 当然了 信不信用 毕竟难受的人可不是我 好 只要汪神医能救我吧 合同我会给你 这就对了 这是我 乌家密药 千金啊 要不是夜烧开口 我这个药 是万万不能拿出来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黄正义 怎么回事 龙肃早已攻心 连我的神药 也回天无力啊 你要不然再试试 反正他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就死马刀 活马医呗 我都不说人话 你这个废物 你竟然敢打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看你怎么弄死我 爸 老婆 您放心 爸回来 你这块好起来 连我都束手无策 你拿一块 霍玉佩就能治病 是不是 还要开谈做法呀 姐姐 都吐醒了 菩萨都难保 抓紧时间 准备后事吧 你醒了 不可能 叶老爷子 又病走了 江臣 一会儿如果制泡营业 你千万别整呢 放心吧 老婆 我不会乱乱 黄金萱 既然你有把握 就放心去做吧 今时不同往日 我病得太久了 他们都忘了 谁才是叶家 真正的继承人 大哥 你 大伯 你竟然没事了 上次 我也是用了毕生所学 才把老爷子 从鬼门关中拉了回 这次恐怕 亏天无数了 爷爷 真的没救了吗 刚才不是说了吗 爷爷没得救了 非要说明白 小灰是老爷子 指定的继承人 只要老爷子归西 那叶家就是他的了 那我也说得明白一点 今天你治不好我父亲 你哪也必要去 早就听了 叶家老大手段非凡 今天要是 真治不好叶老爷子 恐怕 江小勇 江小勇 求求你 救救我 上次就是你把叶老爷子的病治好了 你再粗一次手吧 再完了 就乱雇急了 王神医 就这个废物也会治病 我看你是想让这个废物 当你的屁死鬼吧 江长 你有把握吗 可以 上次给他们的药发 他们不让吃 所以运情才不得恶靠下去 那你给老爷子治吧 我相信你 你敢 大伯 你 你就是因为那个护生符才好的 要不你把身上那个护生符卸下来 给爷爷带上 说不定爷爷就好了 怎么 大伯 你不愿意吗 你是不是发布了我们家监业早死呢 我们家监业刚小 你就让他摘下来给老爷子 万一我们家监业又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们母女怎么过的 我不同意 大哥 老爷子可是你的父亲呀 难道你要眼睁睁睁看着老爷子 谁死吗 大哥你是解释心肠 大伯 爷爷就一个 如果爷爷走了 我们就没有爷爷了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爷爷不管吗 爸 这护生符啊救不了他 好啊你这个废物 你是不是想让爷爷死 我明明看到你把护生符给大伯 大伯就好了 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 就是想让爷爷死 大哥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呀 居然活动将成这个废物 对爸见死不救 够 我说了 爷爷的病我能治 只不过治之前 我得答应我 你这个废物 谁让你给爷爷治病 你只会加害爷爷 我看 你就是怕爷爷死得还不够快 谁都知道老爷子 偏袋我们家小灰 没了老爷子 他跟你又好了 这业家不还是你们说的算吗 你 你们 大伯 你想要将成治疗也可以 除非啊 你答应我放弃家主之位 后然啊 我可不放弃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将成都说了能够治疗爷爷 你们却百般俗了 什么叫想让我爸放弃家主之位 这些都是借口的 你们是想让爷爷死 你该不这样 就让这个废物去治 如果爷爷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大伯 你们就要净身出户 这样 你算是给我们的交代 不行 我不同意 凭什么治不好老爷子 就让我们净身出户呢 江晨 你真的能治好爷爷吗 把我吃做 一争即可 好 那我同意你去救治业女 我也同意 我绝不同意 要是净身出户 我们一家该怎么办呢 闭嘴 他是我爸 就是搭上我一道命 我也愿意 既然你们说我治不好 就让我净身出户 那如果我能治得好 终于什么 老爷子气都快没了 我就不信这个废物 知道 要是你能治好 我也会跪在地上 给你们全家磕头道歉 蛤 汪老 你跪这个废物干什么呀 你个白痴 你动个屁 我让你把我害惨 你个白痴 你动个屁 我让你把我害惨了 他用的是早已失传的上古阵法 名为桑花巨领 此真一线 能生人肉 活白鬼 哎呀 我真是有眼不失泰山 都是这个叶辉 让我猪流能心 没有认出 你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江城竟然是神医 汪老头 这人还没醒呢 你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把嘴滴下 谁在说话打扰江城 连怪我对他不客气 哎 醒了醒了 快 不好意思醒了 爸 爷爷他没事 爷爷 假的 假的 一定是假的 江城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治好老爷子 老爷子现在醒了 想跟他道歉吧 障眼法 一定是障眼法 说跟上司一样 用不了多久 又会昏迷的 怎么 还敢给老娘耍不赖啊 你们刚刚逼着 我们净身出户 现在输了 看是撒坡了是吧 你现在对去 给老娘说到做到 跪下道歉 老爷子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这个女人 简直太不像话了 小文是我儿子 但也是您的亲孙子 他要贵也只能贵您 这个家 到底还是不是 您做主了 行了 那小辉到我线 上去放过去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到线的话 以后 会有扣的事 对付这种人 就得把他打胖 不然 没完没了 对不起 爸 这非我们在这儿 居然在外边敢坑老子 还敢来我们叶家 我不弄死 立爷 刚才江城救了我 我不管你们之前 有什么误会 就都算了 以后不要再提了 大家都散了吧 老爷子刚恢复 需要静养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 爷爷 爷爷 你可得替小辉做主啊 那 叶宇燕说好了把那订单交给我的 他现在又不算数了 爷爷 我爸的病是江城治好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在歪曲事实 我不同意把龙岳集团的订单 交给他做了 宇燕啊 你是姐姐 在让这地 是是是 你的能力比小辉强 是 以后这种事情 不做得很啊 是是是是 小辉啊 龙岳集团的订单 可不是小事啊 你可千万不要 付什么刹子 爷爷您放心吧 小辉一定不出刹子 好 爷呢 那就让小辉 以你的名义 到龙岳集团去吧 千万别让人家 与我们叶家 怠慢了人家 爸 你这也太偏心了吗 这小辉是你孙子 于燕他还是你孙女呢 你怎么区别对待呢 嗯 都是一家人 我有什么区别对待呢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都不许提了 我是不是说话不算数 还是看我老了 不把我当回事吧 爸 您消消气 这件事啊 就按您说的办 我们就不打招了 你们算老气 也敢跟我斗 哼 靠我不玩死 龙弟 您有一些产业手续 需要交接 您在哪 我给您送过去 产业 什么产业 这些年 您带的兄弟们 打天象不容易 现在 您退居幕后了 兄弟们就给您 置办了几家企业 行 地址给您 一会儿过来 刚体验一天的外卖声 确访 幼儿节说 幼儿节说 站住 你干什么 我是夜市集团市场部总经理叶辉 今天来你们龙岳集团 是跟你们龙岳集团团合作的 你敢拦我 让开 没有通勤证啊 不得入内 信不信老子一句话 你就得滚蛋 那你敢写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滚蛋 一个臭保安业的 你给我等着 喂 好好好 对对对 是是是 行 我就在大门口 是 行 那我在这儿等你 现在跪下来认错 还来得及 你就这种货色 也敢让我们龙岳集团的人下跪 何秘书 何秘书 我刚才是跟他开玩笑的 咱们还是快进去谈订单的事吧 订单我们只和叶渊叶子谈 其他人我们一干不认 臭娘们 我劝你想好了再说话 这订单可是龙总亲自送到我们家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要借你们龙总 就你也配见龙总 赶紧给我滚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哎呀呀 何秘书何秘书 我这是跟您开玩笑的 我姐已经全权交由我来负责了 不信 您可以打电话问她呢 不用打了 你公然挑衅我们龙岳集团 丝毫不把我们龙岳集团放在眼里 是要和我们为敌 自然这样 那你们叶氏集团就等着破产吧 爸 您确定龙岳集团要单方面制裁我 会不会搞错了 他们那么大的企业 会偏偏对我们 对啊爸 小费精丁啊 还跟他们俱俩合过了吗 问题就出在这个畜生身上 把板上钉钉的事情 该不扳砸了 气死我了 爷爷 你别着急 龙岳集团到底是说了什么 你跟我们说说 我们一起想办法 都是你们养的好儿子 一回这小兔崽子 好人家龙岳集团就要不仰威 让保安给他下跪 还敢辱骂龙总的秘书 他跟辱骂龙岳集团放在眼里 你说怎么了 不就是合作没谈成吗 至于吗 一个个脸都是死全家似的 爷爷 这次肯定是叶宇燕那个贱人在背后脚我舌根了 害我吃了个闭门钩 放心 合作的事我一定能解决 爸 爸 你打我干嘛 爸 你这冲什么男人 谁给你那么大胆子 龙岳集团面前装逼 现在龙岳集团全方位的打压我们 我们业家 完了 师傅 大陆你先等我回这儿 我 我 我今天去 有个小保安拦着我 他还骂我 我就让他给我跪下道歉 结果那个何秘书过来了 没想到 这何秘书他还护着那个臭保安 还有吗 没 没了 别打了 别打了吧 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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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秘书 龙岳集团 何秘书说 他说 他说不止跟 只跟叶宇燕合作 那有个叶家的人 我不行 看来 这五年女的救了 现在我不管你用什么 你帮我马上去求雨 让他立刻就向龙岳集团求情 没错 他就赶紧去 什么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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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你个磨弄废 这你打扫个卫生也都打扫不干净 你还能干什么呀 一会就去找工作啊 找不工作就憋回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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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干什么呀 我们俩语焉呢 把舍卫和顶单都给你了 这兔子逼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不要有我们好妻子 叶辉 你不是已经拿到了 所有想要的东西吗 为什么还要回来撂阳呢 语焉没事 有爸在 语焉呢 现在能救咱们集团的 就只有你了 今天我去了龙岳集团 见了何秘书 何秘书跟我说 龙岳集团只跟语焉合作 为此 现在已经开始制裁咱们叶家了 叶辉 你是不是得罪龙岳集团了 我 我骂了龙总的秘书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爷爷可是发了话了 要是我把你们请不回去的话 我可就惨了 都是一家人 一也是集团 一也是我们的根 余焉 你去谈一下吧 不行 不能去 就是 不能去